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我们不要让自己的心灵经常产生 那种虚幻的幻觉式的这种想法 因为空的你去想了最后也是空的 所以当你去想象了 你这个想象的空间产生一种色 看得到的想象的到就是一种色 色到最后就是空 那么实际上色即是空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看到的认识到的这个事物上一切的现象 和我们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诸多的苦恼 那烦恼 其实都是虚幻而产生的了 所以佛经就是告诉我们 你的苦啊 暂时的 时间过了就忘记了 你的快乐也是暂时的 过了多少年之后 他虚幻了 他也没了 这一切色即是空 空到后来又有一个虚幻的人生出现 这就是我们说共性 共性就是从有到无 从无到有 就是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个里边其实就是讲究的这个因缘果报的关系 让我们懂得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缘分所在 让我们知道因果一定会有报应 让我们懂得善恶 它是循环的了 所以很多人经常讲 哎呀我前世做什么的 你们不要问师父 佛经上早就讲了 要知你的前世因啊 你今生受者是 你今天生活的很好 无忧无虑的 没有受很多的苦 你上辈子一定积福积德了 很多人来问师父 师父啊我下辈子有什么果报 我能到天上去吗 我能到好的人家去吗 我不会去吃恶鬼吧 师父告诉你们 药之后是果 佛经上讲 今生做者是 你们今生在做善事吧 那么你们一定有善报 善报嘛 三善道呀 天道 阿修罗呀 人道啊 都是属于三善道 如果你今生没有好好去 做善事 那你做恶事 那么地狱等着你了 恶鬼道等着你了 出生道等着你了 所以要问别人吗 问问你自己就知道了 所以色既是空 空既是色 就是劝人向善的基础 就是告诉你们啊 你不要执着了 没关系的了 你要放下了 这个东西有了 以后也会没有的了 你劝人向善吧 很多人你劝他 他不听的 我家里很富有 我磕什么头啊 我有钱 我有名 我有利 我什么都不缺 所以我也用不着磕头 你就告诉他 无常的 你要告诉他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一切 都会到最后空的 色既是空啊 那么他知道 哦 终有一天 会没有 那么他就 生起 学佛 精进的 耐心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学佛 里边要 见地 修正 与 行愿 那么接下来 我接下来跟大家讲的 就是佛经上的 学佛的 刚领 提出来了 学佛学佛的 学佛的 刚领就是 建 修行 三位一体 建 修行 实际上 建 就是我们说 建地 这个建地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 见解 修什么呢 修就是修正呀 修正 就是修心之后 正德 明白了 叫正德 行什么 行就是 行愿呀 你的行为呀 所以 这三个 纲领 你去读 一切 经文 你就 慢慢明白 经文的 真地 所含有的 这种 内涵 所以 学佛 要有 功夫 功夫就是 好好努力呀 去精进啊 去读书 要用功了 你用功的话 要对得上路 你如果用功 不对路 那你就 用错功了 所以很多人 没师父自己 盲修瞎练 到最后呢 见地 又不对 所以 见地 不对的话 就是你对 学佛 对人生 最后产生的 见解 理解 不对了 那么你 见地 又不对了 见地 不对了 你就理 不对了 不是正确 的理论了 所以 学佛 学到后来 很多人 为什么逼着人家 哎 你学佛 你不能这样啊 你要这样 你要这样 他的 见解 错误了 他 见解 错误之后 他是对 事 对人 都会产生 偏差 所以 你 见解 错了 你的 行愿 就做不到了 行愿 没了 行愿 是什么 要去行啊 有愿力 你要去做呀 那你 行愿没有 你的功德 怎么能圆满呢 所以我们经常 跟大家讲一句话 功德圆满 功德要圆 要满 要懂得圆满 那么你 见地 有的时候 为什么不到位呢 就是你的 见解 为什么 跟人家出偏差 不到位呢 因为你修正 没有到 因为你修心 你没有正道啊 什么叫没正道啊 你修心 不到位啊 你比方说 你今天五届里边 你守的两届 你算到位吧 你说 我不杀生 我不偷盗 好 你两届守 很好 那你又忘语 又喝酒 又学营 那你说 是个好人吧 你不到位 你能圆满吗 你智慧不够圆满 你的行愿 就不够圆满了 你的愿力 就永远不会圆满 你跟菩萨 行愿的时候 菩萨 我一定这样 我一定这样 你不圆满了呀 五届就是五届 八届就是八届 我今天守多少届 该怎么守 就怎么守 我做人 不撒谎 那我就不能再 杀鱼巨黄 这个叫守戒 所以你的愿力 没圆满 你的行愿 没有到位 你的功德 一定不够圆满 你的功德 不够圆满 你的见地修正 就有问题 功德不圆满的人 这个人 你说他见解 是不是错了 你修行 正德的 对这个佛法的理解力 一定有问题 因为他们是三为一体的了 所以你的行为 和你的愿力 没有到位 你的见地和修正 就有问题 师父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今天做义工 哎呀 我做义工啊 我做点好事吧 你说他能够功德圆满吗 你今天做义工 你就要老老实实 为众生服务 你就要好好的在那里 站就有站向 坐有坐向 就要像个护法神一样 保护着我们伟大的佛法 这就是师父要告诉你们的 要特别当心 三为一体 其实学佛最难的一项 就是 慈悲心 因为每一个人 慈悲心要升起 不容易 每个人嘴巴都会说 我要慈悲你呀 吵架的时候有慈悲心吗 不肯帮助别人的时候 有慈悲心吗 愿力不够圆满的时候 他有慈悲心吗 所以你真正要发起 行愿心 你才拥有慈悲心 我有这个愿力 我要去做 我要做好人 我从今天开始 就要开始 学菩萨的正等正觉 我以后才能成为 我以后才能成为 无上正等正觉 你要有愿力呢 口口声声说 我要帮助别人 我要慈悲别人 我要度别人 嘴上这么讲 天天睡懒觉 叫他起来念个经都不愿意 一天能念几张小房子 一天能念几遍经啊 你不要说去帮助别人了 你知道帮助别人 全部要付出的 要付出自己宝贵的时间吧 要付出自己的慈悲心吧 要舍去自己很多 休息时间 玩乐的时间 或者一些 本身自己 应该有一种安喻的生活 全部都要打破 你才会有愿力 所以有的时候 嘴巴讲很难办到 所以修行 你单单说 修行没有用的 你要有一颗功德心 你在愿力上 一定要建立起 一个功德心 我今天行这个愿 我一定要做功德 一定要对众生好 否则的话 你根本没有去行这个愿 没有这个功 也没有这个德 所以佛法在世间 实际上 就是告诉我们 人要见地 见地什么 你要看到事实 理解这个世界的事实 你就是在行愿 当你能够理解这个世界的 一切善与恶 你就是在行愿 因为这个世间 是五着恶事 大家想一想 所以五着恶事 很难意阅那些脏啊 那些烦恼着啊 见着啊 对不对啊 命着啊 像这些五着 你怎么样 在五着恶事当中 要行布施呢 你们现在看一看 在末法时期 你要做件好事 大家都会笑你的 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傻啊 他自己不能做啊 为什么要你去帮忙啊 主力重重啊 你这个人 为什么要去对他好啊 他跟你无亲无倦的 你为什么这样啊 你不是大傻瓜 这就是五着恶事啊 因为人的理念 全部都是反了 所以你们现在看看 谁愿意帮助别人的 没有利益 不肯帮助别人 没有得到利益 更不肯帮助别人 得到的利益 要看 我得到的多了 我帮帮你 我得到的少了 我拿了你的 我也不帮你 这就是现在的理念 所以需要 大家来 布施我们的功德心 慈悲心 在这个五着恶事里边 要守戒啊 很难啊 大家都是在贪嗔 吃蔓仪当中 你要守住自己的戒 因为在这个世界 我们要弘法 真的是很痛苦啊 因为大家都是在动小脑筋 大家都是为私心而活 在这个世界当中 你怎么样在这个世界当中 自度还要度人呢 所以要功德圆满 其实这是在佛经上 是第二意 意义的意 实际上 从行而上道上而言 也就是说 从形式上来说 没有什么世间 与不世间的分别 所以很多人说 你修世间法 你修初世间法 也就是说 你修的是人天福报 你修的是以后上天的路 实际上都是一样 你今天在人间做好事 你一定能上天 你人天的福报也会有 你今天在人间不做善事 你说我以后就是出去之后 离开这个世界 我一定要到天上去 你怎么上去啊 你在人间都不愿意做好事 你怎么样到天上 能够成菩萨成佛 你连修罗道你都去不了啊 所以六祖谈经曾经告诉我们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啊 就是告诉我们 佛法就在我们身边啊 他没有离开我们啊 你在这个世间就要马上觉悟啊 你离开世间 你无法求的觉悟啊 所以你只有苦了 你才想处理啊 你一个人很安裕 你怎么会想到要求解脱啊 你今天没有被锁链绑住 你怎么想到要把锁链解开啊 所以若没有痛苦 你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快乐 什么叫幸福啊 如果你没有烦恼 你怎么知道什么叫清静 什么叫安详啊 你看我们过去多少烦恼 现在安静一点了吧 因为你知道什么叫烦恼 所以你才会变成安静 你有安静的心 安详的心 虽然过去有烦恼 现在已经转为安详安静 你就是烦恼即菩提了 因为你现在拥有菩提心 你静下来 所以离世密菩提 真跳出世界 你如果说你想真的跳出这个世界 来寻找菩萨智慧 你跳出三界 人家本身你跳出 不在五行当中 本身已经是佛界了 菩萨界了 生文圆觉界了 人家都已经觉悟在天上了 人家生在菩提中 人家不求菩提了 人家已经是菩提了 就是因为我们还在人间 所以我们要懂得 不离世间觉 离开世间 你怎么能觉悟啊 所以离世密菩提 你这个就是本身不理解菩提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大乘佛法 说佛法的世间 其实指的是行门而言 行门 所以待会如果有时间 就跟大家解释一下行门 也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打坐也好 修行念经也好 放生也好 只是行门当中的一种万分之一 或者千百分之一 去行啊 去修啊 我们做人做事 实际上 如果你用佛法来做人做事 你行的都是佛法的门 你看我们现在 心灵法门 这个法是佛的法呀 心灵当中有佛的法 这一扇门 就是没有离开世间啊 就是在人间来讲佛法 来把这扇门打开 让大家进入佛法的最好的一个佛门 知道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佛法 要你出事之后 离开这个世间 你才能得到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世间 已经不能离开这个世间的佛法了 因为我们只有在这个世间 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佛法 所以希望大家 一方面修道 一方面要 好好地想 一切的功名富贵 酒色才去 你要了有什么用啊 你曾经有过有什么用啊 你如果今天还放不下 那你就是大错特错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好好在这个人间拥有佛法 要想以后修出事法 离开世间能够成功的 从我做起 从现在开始 在人间 在现在这个现世的世界当中 就好好地行门 行佛法 这个伟大的佛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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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